请收看 慧律法师 冯雪讲座 有的人对归衣不了解啊 说 你怎么不来拜佛啊 不来归衣啊 有一个年轻人啊 长得蛮英俊的 他有一次啊 他刚信佛 他跑来问师父 哎 师父 师父啊 归衣敢不可以揣摩 我拜你为师可以 揣摩位 可以讨老婆吗 我跟他讲可以啊 不要讨太多了 Just make is alright 一个就好嘛 有的人啊 跑来问师父啊 师父啊 我很喜欢打麻将啊 打牌啊 那么我来归衣 可以不可以 赌博咯 我说可以啊 不要输太多就好 哎 他们呢 对佛教啊 一无所知 什么都不知道 我告诉你啊 归衣啊 没有什么借力啊 归衣就是等于 祖称 我是佛教徒 我承认我是佛教徒而已 归衣没有什么嘛 归衣也不必吃素啊 还有一个啊 台湾啊 有一个信徒 他说啊 师父啊 我过一啦 但是没办法吃素啊 我说没关系啊 不吃素也没关系啊 吃肉啊 但是不要杀生就好了 跑到菜市场人家 杀好的啦 他说啊 师父我讲起来很惭愧啊 我很喜欢吃那个乳肉 我说可以啊 你先吃五天的素 冻不掉 再乳肉一次 他回去就按照师父的话啦 他回去就开始吃素 一天 两天 吃了十天的素 还冻不掉 很疼 没吃肉很疼 那皮皮刺 那老白瓣 身体太冷了 会流这个口水 问师父 师父啊 怎么办啊 吃了十天的素 都没有吃肉啊 我说再吃一次肉啊 结果哦 滚一肩这么大肩 一直推一直推 结果绕晒 太油 绕晒 哦 他跟师父讲啊 他跟那个绕晒啊 很厉害的 上厕所啊 裤子一脱 不用处理 像六四的机关枪 他很快了 哎 吓下吓叫啊 吓下叫 哎 这个没有录音节 录音节放一次给你听 嘿 哎 比六四那个机关枪啊 声音还大了 哎 结果啊 他 为了要吃素啊 竟然用了八年 到现在 还在吃肉 还没有吃素 你看多难 多难 不简单 所以皈依 也可以赌博 但是不要 最好是不要赌 不要赌 因为 我说不能赌博 没有人来敢皈依 没有人要皈依 所以我当然讲可以 但是你不要输太多 可以 可以讨老婆 不要讨太多 贵意没有什么借力 也不一定要吃素 你也不必那么紧张 没有什么 Nothing